既然这次是在水族馆开始 就用新鲜的海鲜 来做完美的ending吧 一样是现在桃园的人气新店家 怎么可以不去吃一下呢 那家老板很厉害 他在台北的附近街 开了一间八年的日式无菜单料理 生意太好了 所以来桃园这里又开了一家分店 而且他比水族馆还新 是2020年9月开幕的 那我要来试试看 重点是他们是黑草海鲜 海鲜都是从日本产地之送来的 你看这个 这个肯定厉害了 这个感觉就厉害了 San 这是什么 这是樱花开散寿司 樱花开散寿司 对 最特别的是他都会随着季节来变化 他里面的海鲜至少都会有五种 而且它是新鲜献切在摆上来的 好鲜喔 这个是北海道的生食鸡干贝 以及我们的木丹下还有了松叶蟹 你看看一看 这很细心耶 连那个蟹都已经先处理过了 好好吃喔 它非常的新鲜 你看我的生食鸡干贝 来 它看起来好Q弹喔 怎么样 而且虽然它是生食鸡干贝 而且虽然它是生食鸡干贝 但是它完全不会那种很新的味道 这个米真的太好吃了 而且听说这个米是想要可以来买回家的 这么棒 还有那个虾看起来也很厉害 担担的 怎么样 怎麼樣 這超鮮的 像我們有點這個丼飯 就可以再單點它的海鮮 然後這個 就是我自己單點海鮮 再拼成一個海鮮拼盤的 這好厲害的技術 我跟你說 這個炙燒比沐魚齊邊肉 入口即化 來來來 而且我們知道他們的醬子 是很特別的對不對 對 沒錯 跟大家說一個小秘訣 千萬不要把這個芥末 再加進來講 或這樣是不對 你要就是輕輕的再一點 然後再讓你要 來 放這裡 好 然後再沾一點這個醬油 然後再吃下去 哇 很好吃 你看這個 是北海道無添加馬糞海膽 哇 你看它軟綿綿的 而且這間店非常的有名 它在台北又照 它從台北又到了桃園來看 很多台北人都是為了這間店而來的 真的 不過我覺得這樣吃下來 因為它們真的才很新鮮 難怪它們這麼這麼的有名 沒錯 它的價格非常的親民 沒錯 所以如果大家有來桃園玩的話 記得可以一起來水族館玩 也可以來這邊吃吃美食 哇